本账号内容宣布为原创,禁止抄袭转载,欢迎订阅多多留言,自高云翔事件发生后,大家的关注都一直没有下降。 在被保释之后,高云翔被澳洲记者拍到,在妻子董璇的陪伴下现身于警察局,两人身穿墨绿色羽绒服,一身情侣装扮,可能是出于担心舆论,董璇显得有点紧张。 由于在澳洲法律规定中公共场合拍照合法,董璇要求记者删除照片也没能成功,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高云翔,三月份结束了在澳洲的工作, 却没想到因为涉嫌性侵而被起诉,案子在4月5日进行了一审,董璇及高云翔的家人全部到场,在二审时,案情部分细节被批读,受害人所提交的证据,均指向高云翔,在保释方面,也可以说是希望渺茫,但董璇仍然以坚定的态度站在丈夫身边,并声明绝对信任丈夫的为人。 高云翔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表演戏本科的内地影视男演员,早期由于个人形势低调,及时出演的是电视剧和电影的重要角色, 人气仍是不比一些小鲜肉高,但其实力确是不可否认的,由于饰演《米月传》中的一群王,而被广大群众所致, 董璇和高云翔相识于立春的发布会,后因朋友误打误撞安排相亲而正式认识,相亲的气氛着实尴尬。 好在大大咧咧的董璇,首先打破了僵局,为后来的故事做了铺垫。 2011年5月,高云翔在横店拍戏,董璇盯着酷鼠去探板,因为董璇随口的一句,好想吃榴莲冰沙,而借口离开,为董璇自制了一份榴莲冰沙。 两人发展迅速,很快,高云翔便求婚了,两人郎才女貌,样貌和能力都很是登对,婚后的生活也过得相当幸福。 高云翔为人低调,而且人称三好男人,据说是连喝了酒都不会乱来,长时间一起生活的了解,让董璇已无反顾地相信自己的丈夫。 2016年3月10日,高云翔在微博上宣布董璇也怀有身孕,批包出一张狮子的照片,并配文带你来,看世界。 随后董璇转发了该条微博,夫妻二人一唱一歌甚至甜蜜,两人结婚多年才迎来了女儿的诞生,感情自然也更加稳固。 董璇和高云翔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,对于这次的事件,董璇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,不远万里出席高云翔的庭审,在证据均指向高云翔,就连事件当事人之一的王晶,也转为污点证人指证高云翔的情况下,还是坚持相信的,也许这就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吗? 无论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何,我们至少知道了董璇的对丈夫和家庭的爱是真诚的,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妻子,不得不说是高云翔的福气,日后更应当好好珍惜自己的家庭,尽量不淌这样的浑水。 本门结束,欢迎订阅多来留言,历史内容更精彩哟。